necesita saber si 多謝 克立托篇或克里同篇 是N的問題 勸逃蘇格拉底 阿拉比審問他在等著 我因為參考 是這樣的版本 所以這個在記載的時候,最有一個人講話的人 蘇格拉也就說,好吧,說真的,克里托,如果像我這把年紀的人還要抱怨死亡,那真是太不像話 那時候的死亡率大概就是平均受病率比較低一點,他已經七十歲 克里托,但是蘇格拉也,其他跟你年紀相仿的人,如果陷入這種不幸,或者如果他們發現自己處在你一樣的境況,年紀並不能使他們,放棄抱怨的 死也得有個好死,怎麼就這樣被被猝死,多難看 最後夢見一個白衣的立人,立人就是漂亮的人 像我走來對我說,蘇格拉底第三天你就會抵達令人歡愉的伏提亞 還先來報信呢,你會到一個很美好的地方去,叫伏提亞 如果我做個夢,有人跟我講,你會到一個嘖嘖嘖嘖,但我記不住,是不是很尷尬 因為講出外文,那外文我沒學過 好,可以說,蘇格拉底現在接受我,建議逃跑仍舊不算死 那你的死對我來講是一場災難 我不僅因此失去這位無可替代的朋友,也許多不認識我們的人 肯定認為是我們讓你去死的 你在前面不是講說,你的學生裡面有人到亞里的街頭去幹嘛幹嘛幹嘛嗎 那搞不好他就這樣,這個克里托可能就這樣子了,就被認為是其中一個 如果願意花錢我就可以使你出獄,這話聽起來像錢客 你花錢我就可以這樣做,眾錢財而親朋友 有什麼惡名比這更可恥 所以你應該出點錢,你不能親自朋友 我給你這個建議,大多人絕不會相信 儘管我們極盡力勸你離開此地,可是你還是拒絕 別人不會相信,怎麼有人能逃不逃呢 蘇格拉底說,我親愛的朋友克里托,我們為什麼要顧忌 這兩個字也打錯了 我們為什麼要顧忌那麼多人的想法呢 真正具有理性的想法應該更值得考慮 他們相信事實真相 所以這個重視人數的想法也不是現在的想法 雅典的民主就是重視人數,多數絕 我們現在的所謂的民主通常都是多數絕 什麼民意調查超過多少也是多數絕 但多數如何保障了品質,這一直是個問題 多數不能保障品質 不是說多數就沒有品質,不能保障品質 這要怎麼去兼顧的問題 我認識一些人,他們願意把你從這裡救出去 把你弄出這個國家,付的錢也相當合理 那些通風暴興人有多麼容易被收買 在雅典的失敗 然後這些是什麼樣什麼樣的人 反正他講了一些管道 然後他說我不認為你這樣做法是對的 能保全自己性命的時候 為什麼要拋棄自己性命呢 你的敵人要毀掉你 你的做法就像你的敵人想做的一樣 你就讓他們毀掉你啊 你傻啊 你就趁著他們的心快了他們的意 這樣子激怒他 沒有用 蘇格拉底已經想好 他是雅典最聰明的人了 你想想,對吧 好,接下來蘇格拉底說 你知道嗎 我絕不從任何朋友內随便接受建議 除非經過思考 是思考的事也打錯 表明他是理性的 所以蘇格拉底不是相信朋友 他是相信理性 如果你朋友提出理性的 建議是理性的 他當然相信你啊 這並非是我的想法 而是我的一貫做法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現在遭遇 放棄過去一直堅持的原則 這個叫君子故窮 小人窮私奈 這跟孔子講法幾乎是沒有差別 很多人因為情況不同了 就是說我傻呀 或別人就說你傻呀 你還做這樣的事 不是紅綠燈沒車呢 你就過了嗎 你幹嘛等個九十秒 然後再過這個 沒有車 撞不死你 我們在我們看來依然如故 我現在依然像從前那樣敬重跟對待這樣的原則 所以這樣的人被某些人在某些情況下會認為是固執不通的人 這腦子燒壞的 很不幸的 很多讀書人會被認為是這樣的人 守著規則 守著所謂的理性 不現實地面對問題 這個蘇格拉底他們會說 蘇格拉底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想要採取行動表明你想在你的能力範圍內摧毀我們 摧毀法律 摧毀整個國家 你能否認這一點 如果他逃了 就是摧毀法律摧毀整個國家了 如果公開宣布了法律判決沒有效力 可以由私人來加以取消或毀滅嗎 所以在這裡大概就沒有公民不服從的這個可能性 公民不服從就是因為那個政府的或者那個權威所講的話是不對 你才有公民不服從 不然你公民不服從就是叛亂 那些犯罪人你說公民不服從啊 我窮啊 我怎麼能不通人這些東西呢 我怎麼不搶這些東西呢 開開笑他有錢啊 不以為搶大家了嗎 他們就欺騙大家嗎 我想詐騙集團應該的合理的推論就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是人吃人狗咬狗的社會 那他騙我我也騙他啊 這什麼好那個呢 那我抓了你算我倒霉啊 不是因為我錯 我想他們也可以用這樣的邏輯 如果法律沒有效力可以由私人來加以取消 所以你不能把司法握在自己手裡 握在自己手裡 那就是給人家施行這是不對的 這我們在現在這種法治的觀念裡面是不對的 那你能想像一個城邦會繼續存在而不被顛覆嗎 就這樣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道理啊 每個人都認為現在政府是錯的啊 那你如果要按照這個人 那就沒有一個沒有人遵守法律 就沒有這一切了 好他說說服不成就必須服從 這是整段也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蘇格拉底是非常守法的人 好那麼這段我就不說了 這是克里托篇 勸他走他不走 為什麼 因為他要服從理性 他要服從法律